第九百一十六集 叶凡自出道以来一直都无比强势 尤其是战斗的时候一路猛进 而今还是第一次处在弱势位置 被人以势力压 好强大的非仙诀 竟可伤我的肉身 不愧号称有非仙之力 万化决意同样无双 除去酒蜜外竟都被化掉了 他心中凌然 但却没有以形自觉逃走 而是让自己平静下来 在生死危局中想办法 不到最后关头他不想逃顿 而是在这生死劫中体悟 没有几人敢有这样的念头 落到这种地步 还在想着如何悟道开创自己的树 酒蜜 唯有演化他才可以 叶凡疗伤的同时 心灵渐渐的宁静下来 双手缓缓推动 太极神图浮现 以斗字蜜推延 九蜜之斗字蜜 为战斗之根本 拥有无上奥义 他静心宁神参悟 结合太极图一步一步的演化 在这一刻 他气势变了 如一缕清风在府大山 如一道柔水在滴穿山岩 开始以弱机强对抗非仙爵 没用的 非仙爵举世无双 你拿什么来挡住 华云飞 如一尊折仙 飘逸出尘 但是攻击力却害人 非仙爵一出天地间 霞光万道 真如有人在举霞飞升一样 这种力量超越人体极限 叶凡法印连出 却根本挡不住 口中喷出金色血液 手臂都被震断了 身子倒飞而去 下方有四十九座大山 在非仙力下 成为一片尘埃 狠人大帝 惊艳古今未来 所开创的非仙爵 可斩灭一切敌手 攻击力无人可应封 当初 他或他以此盖世神爵 在火魔灵仅一击而已 就让那尊堪与 大帝并论的无上圣灵 成为了鸡粉 古之大帝 代表了人族的最高成就 拥有极道力量 而开创非仙爵 更是超越人体极限 斩出非仙之力 可谓古今无敌 此爵可碎掉圣体 叶凡心中震动 涅槃经运转更快了 双臂嘎嘣嘎嘣作响 快速揭许 浑身都是黄金血气 一声巨响 下方七十二座大山 又在非仙爵下成为了飞灰 仅仅是被非仙之力擦中而已 恐怖绝伦的攻击 让人心胆皆寒 华云飞 左手非仙爵攻击力无双 右手万化爵 瓦解一切秘术 两者相合 如天地交态 龙凤和鸣举世无匹 叶凡一退再退 以行字爵周旋 遇到了生平最险恶的一战 一步一危局 随时可能会毙命 太强大了 非仙爵万化爵 都是狠人大帝针对九蜜开创的 实在可怕 叶凡心中自语 一边抗衡 一边晋升到一种空明之境 不断地推演斗子蜜 体悟自己的道语术 此时他的动作越发流畅 虽然是以弱机强 但却有了一种道法自然的神韵 他在演化自己的大道 看云卷云书 往大雁南去 任繁花凋零 他内心一片宁静 一朝一世都是在性命相拼 但却有了一种超然战场外的心态 叶凡仿佛超脱了出来 有一种天人合一 道身自然的空灵 于生死中超然望我 挥洒自如 道我如一 太极神图转动 叶凡的躯干化身为道痕 成为图中的阴阳分割线 同时双手化成真阴与真阳 成为阴阳两点 一直以来 他的躯干所化成的龙形曲线 最为厉害 而今他的双手也开始演变 成为致阴与致阳这两点 叶凡对抗化云飞 以弱机强身体展动 越发的玄妙了 虽然在倒退 但却不是步步危局了 极尽生华 他提味到一种旋而又旋的道 与己身聚合 默默的推演 动作如行云流水 非常自然 又似羚羊挂脚 无迹可寻 突然 他的身体一震 伤势终于复原 金色血气冲消 在这一刻 叶凡心中灵光一现 化满身金色血气为一个圆 将自己从头到脚 皆环绕在内 在这一刻 天地皆动 大道和明 他晋升到一种奇妙的境地 体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然与强大 圣体金色血气化成太极圆 躯干成为阴阳龙形分割线 双手化成那阴阳点 他自身成为了一幅太极神图 叶凡一声大喝 华云飞 你拿命来 终于开始发动了灵力的攻击 他自成一幅人体道徒向前飞去 轰的一声 化云飞冷漠无比 飞仙诀祭出 所蕴含的飞仙之力 可破诸天神奇 然而 打在那一个金色的圆上 却未能攻进去一寸 耍的一声 他以万化绝扫下 可化尽世间一切神术归于平凡 然而却也没有能将金色的圆瓦解 不能化掉 华云飞心头巨震 他知道 叶凡一眼化出了一种震动天下的圣术 金色的太极圆几乎无法攻破 在这一刻 叶凡万法不沾身 所有攻击都被金色的圆挡住了 他如一尊神在脉步前行 此时 他强势出手了 龙行曲线 还有双手化成的阴阳点奇震 打出了一股让人悚然的气息 华云飞未能挡住 喷出一口鲜血 倒飞了出去 露出金蓉 他擦去嘴角的血迹 右手一抓 万化绝斩出 下方十几道山脉都被化成了持续长 如十几条小龙一样 飞向叶凡 这是亿万军之重压 化天地万物为己用 镇压向前 可是 在金色的太极圆前 这些都无用 全都被挡住了 被镇成了尘埃 速速坠落 下方吐石漫天 哄的一声 华云飞 左手飞仙诀紧跟着打出 十几条小龙消失的瞬间 就到了眼前 积在了太极圆上 然而 依然未能寸进 攻不进去 叶凡一声轻和 龙行曲线一阵 将其重创 几乎割裂为两半 化云飞大口磕血 横飞了出去 九密 为道教最高之密法 九种奇术代表了 九种不同领域的极致尽头 不可超越 叶凡推演自己的术 参悟自己的道 这一切的本源 皆是斗字密 为战斗之根本诀 拥有无上奥义 体内黄金血液沸腾 血气冲出 化成一个金色的圆 将它从头到脚 都笼罩在内 它以斗字诀演化出太极圆 万法皆不能沾身 叶凡双手滑动 两条阴阳鱼游动 一条治刚治阳 一条治柔治阴 交缠在一起 吐那道的契机 哼的一声 阴阳互动 它双手齐震 阴阳鱼跃起飞出太极圆 两鱼吞吐大道气息 将十方惊奇于一息间抽干 天地都一阵暗淡 化云飞再一次被鸡飞浑身躺血 依然未能挡住 形体出现裂痕 竟有五色光滑闪烁 他的血液内韵五光 叶凡惊异 吞天魔宫将他的体质 蜕变到这等境地 大敌不仅肉身强横 连血液的颜色都变了 化云飞神色肃穆 蓝衣染血 但依然有一种空明的气质 通体染上一层五色神光 双眸清澈如小胡 嗡的一声 这片天地在抖动 他心中宁静 又一次祭出飞仙诀 超越人体极尽力量 如银河一样清泻 而后发出了一声轰鸣 向前汹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鸡南相机